練習題第二題啊 這也是三米符 那請各位就切到中和練習二 那題目在這邊 這是一個影像檔 就是一個影像 那裡面就是題目了 就是要我們做哪些事情 就做這些事情 那實際上就是怎麼樣 所以你把那個中和練習題的第二在這裡 應該是這一題 叫花壺後面一個叫教師研習時數統計 有沒有也是零四 你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 裡面邏輯我大概就講一下 其實裡面邏輯不是很複雜 第一個就總表 這個總表打開來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它有序則一、序則二 序則一呢指的是什麼呢 就是所有老師 總共這一個學校有20位老師好了 或者這個系 這個系有20位老師 然後呢 第一次序則二指的是入門教學的時候 有14個老師參加 那再把這個按右鍵 把它複製或者你乾脆按Ctrl鍵 然後拖拉過來 Ctrl加拖拉有沒有 就是複製它 把這個改成三 它的題目就是要我們做這些 然後有兩個老師沒參加 第一個老師跟最後的老師 所以你把按Ctrl鍵多選 然後把這兩個老師刪掉 再來把它編號怎麼樣 重新編 就是也是一樣 1到12只有12個按Ctrl鍵 然後這邊就全部改成2 然後這邊不用按Ctrl鍵 複製一下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這個是最基本的技巧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這一個是叫做 Essal 2003的叫做進階 也就是進階研習 然後有12位老師參加 那也就是說 我們的系裡面有20位老師 可是入門有14位老師參加 進階只剩下12位老師 請問一下這個老師 他總共參加多少研習時數呢 OK 所以這個時候就麻煩了 當然你比較笨的方法是 往Ctrl-C嗎 是不是 然後呢 再切過來 Ctrl-F 是不是 Ctrl-F就尋找 然後再Ctrl-V 然後怎樣 尋找下一個 沒有 0 OK 然後切到下一個 再尋找 沒有 那就0 然後回頭的話呢 就是再把這邊補一個0 是不是 然後你侵入 同樣的做法 如果說你這邊20個時間還好啦 如果你只是助理工作的話 OK 這殺時間應該還OK 對 不然有時候助理工作也沒有太多事情嘛 你事情 如果你突然寫個VBA寫完了 你老闆會覺得很 不知道要再叫你做什麼 因為其實你的工作不是太重要的工作 好 那如果說你的工作不是這樣 你的工作是非常多的數據要分析的話 馬上要產生 而且每天都會有這些大量 我想這個常常見到 就是你要比對 比對某一個資料 在另外一個資料裡面 有沒有出現 如果有出現的話 就把他另外的欄位裡面的資料加起來 不一定是加啦 也許是不是加總 也許是有沒有 有幾次 所以後面會講到 加總是用some if 那如果說有幾次的話 或者有沒有 就用come if come是算幾次 if是算有沒有 OK 所以後面還有很多範例 比如說之前有同學 就是問了一個問題 黑名單 因為他每天都要處理 在幾萬個黑名單裡面 去查一下 幾千筆的那個資料 有沒有在黑名單裡面 有 就把黑名 有在黑名單的 列在另外一個工作表裡面 哇 他如果說不懂VBA的話 他早下班應該是不可能的 好 光處理這些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以這個例子來看 如果我要能夠快速做出來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利用剛剛的some if 就OK了 有沒有 那只是說他會跨什麼呢 跨不同的工作表 有沒有三個工作表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怎麼做 第一個 插入函數裡面 用最近使用過的some if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呢 要找的range 要找的range 指的是什麼 某一個範圍裡面有沒有那個老師的名字 所以